平村女童产遭18男子性侵 中国广西省新叶县贫困的镇南村 有一名13岁女童过去两年 产遭18名男子性侵 女童11岁时跟奶奶到田里 在一旁捡田螺 被正在砍竹笋的74岁男子黄炎来盯上 黄炎来趁私下无人 对女童伸出魔爪性侵得逞 黄炎来得逞后竟还后康道秀伯 就是这个 很容易就可以让他跟电视 说只要给点零用钱 他就不会声张 他还多次找人结伴 到女童家一起性侵 其中60多岁的男子陈美光一度心软 孩子这么小还防人家 不过最后也沦陷 性侵女童多达15次 是次数最多的一个 女童是留守儿童 父母长期在广东打工 留女儿和祖父母在农村生活 女童父亲返乡 惊绝异状 曾气得想砍死黄炎来 但被家人劝阻 后来告上法庭 村子里近18名男子参与 其中10人罪证确凿 法院判处一人猥亵罪 其余9人触犯强奸罪 判刑7年到9年不等 但离谱的是 有村民竟认为 女童拿了钱就是自愿上床 孩子怪女童未成年卖淫 害村里不懂法律的长辈坐牢 甚至因此排挤女童全家 动新闻综合报导